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地里也没什么人 在村里租房住的报家群大爷也准备回家休息了 可当他经过村边小河的时候 他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 想着当东西敲水管子 呼呼你 这声音听起来像是从河边的水泵房的铁管里传出来的 还非常有规律 可是最近嘉兴雨水比较多 水泵房并没有使用 这水管里头究竟有什么东西呢 这一看可把他给吓坏了 没想到发出声响的竟然是一个男孩子 包家群注意到孩子的表情痛苦 拼命挣扎 似乎被什么东西卡住了 我想那小孩睡醒了 会危险了 这个孩子是谁 怎么会爬进小小的水泵房呢 因为孩子距离管口至少有两米 而管口又太小 包家群根本算不进去 水泵房周围也是空无一人 怎么做才能把孩子救出来的 现在我有一条想到 赶快抱腰咬您 他就是在那里叫 他就哭 不要哭 男子还牵起来 没事的 没事的 大家注意到 被扣男孩大约10岁左右 这个年龄的肩宽大约只有30厘米 可是这个困住孩子的铁管的直径 却有45厘米 那么孩子为什么出不来 这时细心的营救人员发现了一个小细节 在这个倾斜的这个管道里面 他衣服已经全都往上卸了 大概卸到胸口这么高 虽然现在无法看见水泵房里的情况 但这两个细节说明孩子现在极有可能正在往下滑 因为经过侦查 营救人员猜测水管是这样的情况 那么孩子会不会是因为重力作用而无法爬出来 你想到这儿 营救人员不仅倒吸了一口两气 我们害怕他如果说他要是体力不支的话 出现下滑 再次出现下滑的情况的话 很有可能沿着这个垂直的管道 下滑到这个池塘里面 这样的话很有可能出现蜜亡 那么他是村里谁家的孩子呢 那情况是否像营救人员分析的那样 钟队长决定进入水管 了解情况 并给孩子先计算安全声 这时周围的群众越来越多 但奇怪的是 大家也都不认识这个孩子 而钟队长刚进去没一会儿就退了 在里边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如果想在这个管道里面往前爬行的话 是没办法用力 自己会被卡在里面 所以我当时是退出来了 退出来之后呢 我们找来了我们战斗班的一个身材 比较灵巧的一个班长 然后让他进入这个管道 不挺疼的 我疼归疼 如果小孩子能够稳好 无神的出来 那我多疼一点 我也有所谓的 他成功钻进去了吗 孩子现在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摸不到他的脾 我只能摸到他的屁股 除此之外 这次进馆的研究人员 还了解到了一个重要的事情 孩子脚呢是可以动 一直讲了他说是不能动 也就是说孩子出不来 就是因为脚被卡住了 究竟是被什么卡住了呢 要了解情况必须进到水泵房 可是现在水泵房还锁着 该怎么办 这个管理水泵人员 就在营救人员派人去找管理员的时候 一对神色着急的中年人出现在了现场 营救人员知道他们就是孩子的父母 并迅速让他们安慰孩子 孩子的父亲告诉我们 他的儿子叫郭冯锦 今年已经13岁了 那么他们知道小冯锦是怎么出事的吗 11点的时候我吃中午饭 我说每天末中午他都要回来吃饭的 我就给我老公讲讲 我说这怎么现在都还不来 没想到他这样子一下子出事了 我心里就急得不得了 原来他们夫妇俩是从四川过来的 在明阳村租房住 所以本地的村民都不太认识他 而他们也并不知道 小儿子为什么会钻进铁馆 可是爱玩是孩子的天性 不可能不让孩子出去玩 最近又是春耕的时候 乡村百姓肯定会忙得没有空管孩子 而这个时候 儿童的安全问题也是高发的 儿童的死亡率当中 有30%是由于遇到伤害 不是由于疾病 其他疾病所造成的死亡 常见的有六大类伤害 一就是一种意外的这种交通事故 这类伤害数量最多 危险人群多为5到9岁的儿童 其次是烧躺伤 多为儿童玩火 以及家里危险物品所致 第三类是中毒 这类伤害主要是误食有毒物品所致 第四类是跌落 多为高处跌落和落井事件 第五类是窒息 吸入义务为主要原因 这类高危人群是0到4岁的孩子 第六类为动物咬伤 这类伤害正在逐年上升 铁管并不夹小 男孩却无法脱身 究竟是什么把他卡住了 他能否保住左脚 请继续收看水泵房里的第一条 而小冯锦今年13岁 就正是跌落伤害的危险人群 那么他为什么会钻进水泵房的出水口呢 他11点就没有回家 难道他已经被卡至少两个多小时了吗 这种情况下 孩子会有什么危险呢 跌落还是什么东西坏事 当然这次严重的时候 那可能治疗上面就是要截止了 那么小冯锦究竟是为什么卡住了 该怎么把他救出来 这时 营救人员突然有了一个主意 帮忙去找个肥皂 找点水好了 找一块肥皂 多找点水 不一路不一路 你们有路一路肥皂都可以 肢体又不能出来的时候 可以用一些像油一样的润滑剂 可以帮助从这个里面出来 营救人员拿着菜籽油再次钻进铁馆 油一油无法到达孩子被卡住的桥 这个方法先等 怎么办呢 能不能直接用绳子把他拉出来 他这个外伤是没有 内部他的这个有没有出现骨折骨裂这种情况 我们还是不是很清楚 就是怕加重他的 加重他的伤势 然后有可能会造成的二次受伤 小冯锦哭得这么厉害 难道他真的受伤了吗 小孩子呢 也撞着很大点 这时水泵房管理人员赶到了 营救人员终于了解了水泵房里的情况 困住孩子的铁馆 果然和营救人员猜测的一样 只是在两条铁馆的交接处安装有一个抽水装置 根据现场的情况 营救人员猜测 小冯锦应该是这样的状态 那么树管里究竟是什么东西 把孩子的脚卡住了呢 对小冯锦的脚是怎么卡的 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 为了明确情况 营救人员决定做一个小小的尝试 大的话他有一个灼层的呢 这个灼层我们去动一下之后 他就说痛 原来树管里有一根轴层 是水泵的重要装置 一转度轴层 小冯锦就疼得厉害 这种情况下就说明 他的腿极有可能像引麻花一样被卡住 如果情况真是这样 那么他受伤了吗 我们这个人血流一直在动的 如果你一直有一个单 能够进去回不来了 就是说他组织会 肿胀之后 他导致这个细胞坏死 当然从宏观上讲 就是这个肌肉大片的坏死了 这是严重的 残废掉了 这个你的小孩子 你妈妈怎么办 如果真的出事的话 那我也就是不想活了 那我也就是干脆要么 就是水泵一起去了 因为这个孩子还比较小 他以后的人生路还很长 所以我们是尽我们最大的努力 用最小的伤害 把这个孩子尽快地解救出来 我们用切割剂 想把这个管道切开 能够直接把他的腿解放出来 切割需要一定的时间 为了能让孩子舒服些 营救人员找来了枕头 让孩子趴在上面 我们还买了这个饼干 跟这个水 给他吃 有了营救人员的努力 孩子渐渐安静下来 然而二十分钟后 营救人员停止了切割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他们放弃了这个施救方案 大概将近切了二十分钟的时间 但是切了之后 但是效果不明显 因为它只有露出了一个很小的口子 一个差不多五公分长左右的一个口子 大家都想不明白 这条铁管看起来这么普通 怎么就这么难切呢 管道是刚制的 有两公分左右厚 我们踩在这个管道的螺丝上 然后背靠着墙壁 瘦了一点非常小 所以我们切割的时候 使用的是一个倾斜的一个角度来进行切割 这时候这个力量 就是不能完全的作用在这个管道 管道壁上 如果继续切割管道 将会花非常长时间 而此时 孩子的情况已经有些不对劲了 后来它软了 不吭气了 大家知道 这种情况极有可能说明 缝紧的脚正在逐渐坏死 如果不早些救上来 它极有可能被截肢 真想替它受这个罪了 我们也敢活嘛 就是以为嘛 它在外面玩一下嘛 就回来 就不知道了 对于冯锦妈妈的心情 主管嘉兴市墙遣救援工作的 周水奇参谋长 深有感触 对我们这个从事 这个密后救援的消防部来说 像这种情况 也是最 不愿意看到的 其实有些事情发生 只要我们的人民群众 稍微加强一点 而且意识 其实很多意外 都是因为家长自己的 安全意识不够才发生 那么真实的情况 究竟怎么样呢 我们随机走进了一户农家 可是我们在孩子旁边 就发现了隐患 他放在这个位置呢 而且他家有两岁的孩子 非常容易在跑来跑去的时候 把这个水壶撞翻 倒是烫伤 所以如果您平常也 经常有习惯 把水壶放在地上的话 我建议您以后 一定要把它放在高处 排在供造的地方 这样的话 它就不会发生烫伤的危险 除了这个以外呢 我在这边 还发现了个隐患 你看 这个插线板 位置是非常低 只到了我膝盖 往上一点的位置 这个位置呢 相当于一个 两岁三岁孩子的高度 所以如果年纪比较小的孩子呢 非常容易就碰到了这个 插线板 很容易翻出电的威胁 而我们在这位大哥家 采访的时候 他们家两岁的孩子 就经常会在 电源的前边跑来跑去 除此之外 在这位大哥家里的床上 我们还发现 非常危险的物品 那么在我们的家里 会导致孩子出意外的隐患 还有哪些呢 想要避免孩子发生意外 就要首先提高咱们农村家长 自身的安全意识 把家中的危险品管理好 同时呢 再对孩子进行安全教育 嘉兴明阳村水泵房 出水管中的小冯锦 已经被抢了三个小时了 如果不尽快营救 极有可能会保不住脚 而造成终身的遗憾 但是呢 营救人员的施救方案 又一一失败 这个时候又该怎么办呢 一名儿童在水泵房的水管里 痛苦争承 我想那小孩睡醒了 可不可以醒了 它究竟发生了什么 营救工作迅速展开 为何会困难重重 从中 我们又能吸取什么教训 静静收看 水泵房里的异想 因为施救方案失败 原本已经安静下来的孩子 再次哭了 所有人的心都揪着 他的脚还能保住吗 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救他呢 横着管道 把它拆掉 因为我们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手呢 就可以摸到 它去的脚 这个部位 一位营救人员注意到 脚缝紧趴着的出水管 是有两节短的铁管 阻接而上的 如果把它们拆掉 就有可能直接摸到缝紧的脚 但接下来 问题又出现了 与这个管道 它当时是嵌在这个墙壁上面的 如果我说 我们要把这个管道 一节节的取出来的话 就需要把这个墙壁整个敲掉 声音有回音的 而且这声音当当 你想你想 因为铁管是空墙 声音会被无限放大 这么一来 孩子的耳朵能受得了吗 可这是目前最快的营救办法 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班长 进入这个管道 和他在一起 跟他无杖也多 他这个脚 其实呢 是绕在这个桌上 把手伸进去 一边捂住他自己翻身 一边呢 一点一点点给他抹油 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轴承卷入这个左腿式 那么小风景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呢 他为什么会钻进水泵房的抽水管呢 两个星期后 我们来到了他的家 原来当天 他和几个小伙伴 在水泵房附近躲猫猫 远远的 他看见了水泵房的抽水管 觉得这是一个小朋友都找不到的地方 于是就钻了进去 可是他刚刚钻进去没多久 就发现自己被卡住了 而我们发现 田津的水泵房的出水口都没有上锁 有锁吗 没有锁 可能盖起来 您瞧 家长意识不到这个隐患 孩子又怎么会知道 所以要想避免孩子发生意外 还得加强我们自己的安全意识 看到这小风景的脚 最后没什么后遗症 我们的心啊 也终于放下来了 村民们都说 能出这种事 他们简直是想都没想过 看来咱们乡村百姓 关于孩子人身安全的意识 还是有所欠缺 不然我们的记者也不会在村民家中 能发现这么多的安全隐患 所以在这儿呢 我们还要再次提醒家长们 即使春耕期间自己再忙 也不要忽略了孩子的身世安全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依然和您相约在这里 耕牛狂性大发 村民惊慌失措 耕牛直奔铁路 一场突然的意外 即将迎接 究竟灾祸能否 耕牛又能否被及时制服 像天和人 那样有所欠缩的 航空调性大发 一场突然的意外